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送我回家 我谢谢你才对 今天我过得非常开心 今天我也很开心 对了 谢谢你的风衣 你拿着吧 外面还下着雨呢 拿着等等雨也好 反正我住在饭店嘛 天天都可以见面 那好吧 晚安 晚安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送沙里回来 难怪我找了你一天都没找到 早点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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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爸吵架了 不知道去哪儿 赵铭 有位客人今天晚上要入住 你过来帮他办一下手续 好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李小姐有些发烧 我去给她买了点药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先去看看再说吧 开门 去拿个毛巾来 好 叶茜茜 你没事吧 你烧得很厉害 先把药吃着吧 倒把血 来 赵明 到医务室找点兵带来 好 李小姐 你现在是不是很难受啊 要不然 你到医院去看看 你别哭啊 李小姐 你别哭啊 你现在生病情绪不能激动 有什么话慢慢说 好吗 来 是不是跟你爸吵架了 你现在烧得很厉害 先别想别的了 好好休息 好吗 来 睡一会儿 来 先睡一会儿 有什么事情再喊我 你对谁都这么好吗 吃了 你是我们饭店的客人 所以 对谁都一样 更何况 你还是小 liar的朋友 好好睡一觉 明天早上就没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呢 干吗去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我哪里啊 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真没礼貌 什么都没看见你怕什么呀 我还以为到动物园了呢 动物园 什么意思啊 我刚才好像看到了大象腿 你说什么 那齐个腿怎么样 跟你这种无知又没有礼貌的人一起工作 这是业务透了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开玩笑嘛 说淑女是企鹅也是开玩笑啊 企鹅不是挺可爱的吗 如果我是企鹅 你就是一匹狼 狼 狼不是挺帅气的吗 你是一匹 豺狼 依娜 依娜 不要叫我名字 叫也没有用 你这个无知的拆狼 云娜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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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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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吧 狗爱带来的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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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 后面 你死了 你死了 死了 姚大哥 我今天约你出来 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想跟你商量商量 我想你迟早是会来找我的 你还是很让我敬佩他 你一个人承担这么重的担子 太辛苦了 你啊 应该把酒店交给别人来经营 经营上的事情 我已经交给了新来的总经理 但是 要确保饭店的资金运转 我就还缺一点 我想 得到你的帮助 姚大哥 你放心 我们按规矩办 我把饭店百分之十五的股权抵押给你 利息也照旧 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你就帮帮我吧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和老陆是多年的兄弟 我不能看着你们垮下去 可是 你们总得想个长远之际吧 是啊是啊 我想 如果过了眼前的这一关 以后就会好很多 不会 董事长 阿姨 还没有掐讯的消息吗 没有董事长 今天你们都在干吗 都不来我这里 欢迎光临 不好意思 哪位啊 客房服务 好 这个是 这是我们林总特意交代的 林总 鲜榨果汁和海鲜粥 这里还有张便条 谢谢啊 请慢用 你好 你好 林总 你怎么来了 我来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对了 衣服拿到了吗 嗯 拿到了 不过我以为又有免费的牛仔裤和T恤呢 结果很失望 你怎么来了 不是每次准雨 不是每次准雨都有免费衣服拿的 我们这里不是收容所 嗯 我想也是 我好像也没听说过哪个酒店有免费的衣服送的 所以 这个是你买的吧 在我们饭店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应该向你道歉 就当是个小礼物吧 不用太在意 那你也送给别人这样的小礼物吗 当然没有 除非是特殊情况 那你经常碰到这种特殊情况吗 不经常发生才叫特殊情况 那 你经常碰到我这样的客人吗 不是每个客人出现的时候 都像你这么狼狈 看来 我给你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嘛 你觉得我是哪种类型的女孩 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据我所知 很多女孩都认为自己最有个性 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你结婚了吗 这个 结了 没有 那你有女朋友吗 保密 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对你有兴趣 对我有兴趣 你这小姑娘还真是够直接的 说夸张点 我的年龄都可以当你的叔叔 我爸比我妈大十四岁 你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吗 行了别开玩笑了 我还有工作 那最后一个问题 好 说吧 你那个地球遗上用红笔还有蓝笔标着的地方 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 红色的是我去过的地方 蓝色的是我想去但是还没去的地方 那你是想带你女朋友去吗 我已经回答完你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我已经回答完你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好吧 那你忙吧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对了 你那个地球遗上用红笔标着的地方 我都已经记住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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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